那怎样看优邦这个轨迹的数据出来 因为之前股价突然连跌了两天 是否大家都预计了一个轨迹未必会很理想 本来是的 你见到这个轨迹的轨迹 其实一直以来这行都预计了 这个第三轨迹的新的价值 其实会是比较增长慢的 因为当然看优邦其实最主要看这个数据 因为都是反映回营连能力 而恨好地我觉得就是因为跌了两天 所以这次优势出完之后 你见到这一刻 刚刚开始了 刚才对盘又不用跌了 现在刚刚开始也还没升了 反而稍微稍微顺利 因为这次的季绩数据 虽然实际上不是太多 但是单单第三季的新的价值 因为已经说到头三季 还是增长1.5% 其实大体上好像不差 都是平均的增长 但是如果你持有第三季 其实它的新的价值增长只有2% 这个数字的增幅 其实比之前一般的行与其平均 中海数也有7% 其实算是差的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发现一点 就是过去这一季的确在疫情影响之下 对于它的生意其实是比较大的严重影响 唯一的憧憬就是未来这一季 或者后一两季 香港这边都真的终终恢复通关 有些机会是帮助它的盈利回来的 始终一旦通关 比如内地人可以下来 我们可以送到海 自然对于内地人在香港 投保的方向会增加多一些 这个对它的盈利前景其实不是悲观的 虽然如果真的拉长去说 其实对友帮的看法就没有太大改变的 但是纯粹是短期 始终这一季的数字还是差一点 估计价格我相信 就算今天虽然不是怎么下跌 或者不用下跌 但是也不是会是大升那样东西 所以我想上面来说 甚至乎你看走势来计 都很明显压着一些军线以下 其实有帮势也算挺差的 所以我想如果向上修复不了85.5元 站不稳定10天线上 突破第一个位留上的话 比我难说是否可以再试回90元 过外这些位置先 所以短线反而看着10天线这些位置 但是中长线我觉得 在看法上还是比较正面 是 不错 那么多年 在这边 有点心 有点心